军统教父戴吏 作者张军由老王播讲 第十六集 十度月生 戴春风听了满心欢喜 把东西带了进来 记住路线 自此白天一早出门 夜晚才归 戴春风有了住的地方 胆子大了 底气也足了 开始在上海浦东黄金融开办的 大世界大赌场游大 因此识得一些小流氓 一天 戴春风跟一名小流氓 谈起想去大世界搏一把 又恐不了解内情 怕吃暗亏 因此想结识一些有用的人 小流氓听了 马上告诉他说 要想在赌场混 你只需认识一个人 此人姓杜 明月生 对你绝对有用 戴春风问道 杜月生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来头 小流氓道 杜月生 就是大世界游乐场管事的 黄金融手下的红人 他的手段甚是了得 戴春风来了兴趣 绝而从小流氓嘴里了解到 杜月生 光绪十四年 1888年 农历七月十五 生于上海浦东高桥 幼年时 父母先后去世 家境十分贫困 杜月生 从小就好赌博 十多岁时 便私自跑到上海 跟小流氓 马世奇等人结识 坑蒙拐骗 专做五本生意 他很爱睡懒觉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 才爬起来 要求马世奇 叫一帮人去街上抛顶弓 也就是混乱中 抢别人的帽子 卖点钱来填肚子 混了几年 等有了点本 人也熟了 就来黄金融开的 大世界游乐场门口 摆水果摊 因以贩卖来羊梨出了名 很多人就给他 起了个绰号叫 来羊梨 杜月生 以善出主意而出名 大家都叫他 军师爷或诸葛亮 他贩卖水果的时候 许多小流氓 经常找他出主意 去敲诈勒索 比如 许多商店在开张的时候 怕流氓捣乱 便请寻补房 派人保护 他就出主意 要小流氓 在夜间去偷招牌 第二天再去勒索 比如 有些生意很红火的商店 不肯给钱 杜月生又出主意 要流氓们 去这些商店门口 相互殴打 抛粪面 脱口水 弄得顾客纷纷逃避 店主不得不出钱 给这些流氓 不久 杜月生的名声 渐渐渐传到黄金融耳朵里 他叫人 找了杜月生 去谈话 发现他果然 有不少名堂 便把他收到黄家去了 杜月生 果然身手不凡 到了黄家 他献计 要黄金融 唆使一帮小流氓 向当地的商店 居民 和殷实的富户 去寻衅闹事 他则悄悄的 跟在后面 出面做好人 气势汹汹的 独打小流氓 而那个被打的流氓 对黄金融 犹如老鼠 见了猫似的 此旁人觉得 黄金融 那是威震私放 当时 黄金融在法租界 当捕快 为了取得 法国主子的信任 对声又献计 要小流氓 去法国寻补房 对面的 星际威货店 捣乱 因为有指使人 对店主说 这件事 只要黄老板出面 压一压 才能够太平无事 全上海的流氓 没有不服黄老板的 店主便请出黄金融 黄金融出现以后 小流氓 一个一个装成 吓得发走的样子 有的还坐一颗头 黄金融 趁机喝道 瞎了你们的狗眼 这星际老板 是我兄弟 以后再来捣乱 小心打折你们的腿 小流氓 一个一个是唯唯诺诺 以后果然就没有人去殿堂捣乱了 于是黄金融是声名确起 法国人对他更加信任有加 自然黄金融也就非常的赏识杜月笙 听小流氓诉说杜月笙有如此能耐 戴春风也动了结识他的念头 戴春风佩服的就是这号人 并以此为榜样 戴春风转悠到大世界游乐场门口 猛记起还不曾问杜月笙长啥样 他骚着头 看见远处的墙角下 蹲了一个小鳖三 便绝技上前去问 但见小鳖三是矮矮的个子 一张夸张的扁脸 一双外星人似的奇大的眼睛 再长着一对奇大无比的招风耳 鳖三相貌虽丑 却又绝活 只见他左手拿着一只梨 右手捏着一把小刀 眼睛瞧着别处 左手的梨如转盘转动 一会儿一只梨就削好了 一颠 整只梨只一刀 一块果皮就有两尺多长 戴春风走过去 向鳖三讨了果皮细看 绝了 此皮是粗细均匀 厚薄一致 中间几乎没有一丝 脱腻带水的痕迹 戴春风还了果皮 鸡掌赞道 绝 绝啊 真是天下一绝 鳖三受到了赞扬 也不表现出得意之色 只是把消好的水果递了过来说 交个朋友 戴春风欲接 又见对方这副尊容实在不敢 想自己是仪表堂堂 交这么个朋友 未免失面子 但是自己正要探问杜月笙 也就只好伸手接过 一口咬了个果汁满嘴 赞道 好离啊 请问先生认识一位名叫杜月笙的吗 鳖三问道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何方人士 找杜先生有何贵干呢 春风见鳖三 相貌随丑 却口齿清楚 语言激进 更见一手绝活 历史有了一份好感 于是答道 小人姓戴 名春风 浙江江山人士 本人在家喜爱赌博 金玉在上海捞世界 因初来乍到 恐要吃亏 想结识一帮朋友 听人说 在上海混 必须要认识一个叫杜月笙的先生才有用 此人能耐非凡 现在替黄金荣黄老板 管理新世界游乐场 所以我就找来了 可是我没见过杜先生 只得来向先生探问 别三道 哎 真是不巧 杜先生刚出去了 戴春风急忙问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别三摇头说 不巧啊 杜先生这回出去运鸦片 多则十天半个月 少则三五天 戴春风一听 心里凉了半截 没了半点兴趣 没想到别三却兴致高涨 站起来 拉着戴春风的手说 我叫阿生 上海人 喜欢赌博 也爱结交朋友 既然春风只想在赌场混 这里的情况 我很熟 不用找杜业生 戴春风无奈 只好随着阿生进入了赌场 赌场里是人声鼎沸 摇护四起 烟雾缭绕 乌烟瘴气 阿生在此处果然很熟 他领着戴春风 这里走走 那里瞧瞧 不时的筹准机会 压上一宝 居然也赢了些银子 然后 两个人是喝酒 吃肉 玩女人 几天下来 就把新世界游乐场 玩了个遍 一日 阿生来找戴春风 瞅着脸说 春风兄 我以为朋友开了家店子 邀我去帮点忙 这些天你自个玩 反正也熟了 不会有人欺负你的 戴春风虽然恋恋不舍 但也无奈 只好答应 阿生走后 戴春风的赌运大跌 把索赢的钱 及贩卖卖杆的钱 输得个金光 虽然没钱 可他又舍不得离开这种场所 每天仍然是照来不悟 无非就是跟着起哄 看看热闹 到很晚 才会表妹的亭子间去打地铺 这段时间 戴春风极想念阿生 盼望他尽快回来 也盼望尽快见到杜月生 一日 戴春风来到新世界游乐场 仍像以前一样东逛逛 喜看看 在赌局里 戴春风突然听得有人叫道 杜老板发财 杜老板好气色呀 杜老板 那就是杜月生 戴春风来劲了 四处张望 问道 杜老板在哪啊 杜老板在哪啊 有个人用手一指 戴春风一眼看到阿生 忙做几道 阿生兄 你可回来了 两个人携手说了一通话 戴春风问道 阿生兄 刚才有人在这叫杜老板 想必是杜月生回来了 你且引我去见见 旁边有人听了大笑不止 戴春风不悦道 笑什么呀 那人笑够了 手指阿生说 你和他说的这么投机 想必早已认识了 既然认识 邱月和不知他 就是杜老板杜月生啊 这难道不好笑吗 戴春风 窘得一脸通红 傻傻的看着杜月生 杜月生走过来 手搭戴春风的肩膀说 我见你对杜月生 这么感兴趣 心存感激 所以教了你第一招 就叫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 戴春风恍然大悟 咬着嘴唇点点头 他想这话太对了 江湖上人人都是骗子 人人都是老谋深算 想吃人的野兽 若不多长几个心眼 轻易相信人 随时都有可能被吃掉 原来此时的杜月生 虽然名义上是黄金荣的手下 但骨子里却是野心勃勃 要在上海滩 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因此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 流氓地痞是广为结交 虽然知道 戴春风此时是无钱无名分 但见他生得一张马脸 且气语不凡 多月生便有意结识 故意玩了一个小花样 戴春风发足了呆 高兴的是一拍杜月生的肩 月生兄 走 我们去找个庙烧香结拜兄弟去 杜月生欣然前往 就在附近找了一座庙 烧了香 对天起誓 今生虽不能同月同日生 但求以后互相提携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两人换了帖子 杜月生比戴春风大八岁 戴春风就称杜月生为三哥 然后两人一起去街上喝酒 戴春风举别道 三哥前几天去帮朋友的忙 不知是什么朋友 开的是什么店 多月生擦一把嘴说 这位朋友叫于恰青 在金元路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 证券物品交易所 因怕人从中捣乱 所以约我去压压场面 戴春风说 交易所很赚钱吧 杜月生说 那当然 凡是去买股票 证券的股东 大都是有钱有势的人 对了 你如果有空 不妨去那里走动 多认识几个有身份地位的人 说不定将来会对你的前途有帮助 戴春风说 有时间我肯定会去的 只是 这段时间我的生意很忙 抽不出空来 我正要告诉你呢 明天我不来玩了 要处理生意业务 杜月生说 春风兄做的是什么生意 应该很赚钱吧 问吧 狡猾的看着戴春风 戴春风白白手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生意太小 小弟只是把江山所有的卖机杆 都翻到上海来了 到目前为止 辛辛苦苦 才赚了五千块大洋 杜月生说 恭喜恭喜 戴春风此时才吃得半饱 望着这桌饭菜要不少钱 而自己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 就趁机起身的 哎呦 三哥对不住 今天我还约了客户 我先告辞 杜月生望着戴春风的背 只见他的裤子后面破了一个小洞 一走路 露出一小块屁股 白生生的扎眼 杜月生冲着戴春风的背影 脆的 呸 小别三 在老子面前还玩这套 且说戴春风从新世界游乐场回到厅子间 因为往常早了点时间 表妹出来未归 等了一会儿 表妹才回来把门打开 进着门来 王秋英开口说 表哥 今天又去哪了 戴春风说 老地方 王秋英说 老地方是哪啊 戴春风感到表妹的脸色有点不对 就说 老地方就是码头啊 我在那儿停了货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王秋英冷笑着说 表哥的生意真是太好了 每天都跑来跑去 戴春风听出表妹的话头不对 估计可能是 自己妨碍了他们夫妻的正常生活 心中有了嫌弃 但如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只好忍了 由他说 感谢您收听老王播讲的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